馬上在今天晚上 林陽佩就要來對上中國的梁王組合了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雙方過去在交手的記錄當中 雖然目前整個梁王組合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一 國際賽之中的林陽佩也是稍微占居下風的狀況 可是其實雙方今天的賽況可是真的是不分宣知 因為其實這一次梁王組合在巴黎奧運整個賽期當中 其實整個表現並不是非常的亮眼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畫面上 這就是今天王吉林的爸爸他特別早上先到了七星山 特別來爬山替兒子祈福 因為他在昨天其實採訪的過程中 他就有偷偷跟我透露他今天會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昨天沒有辦法提前告訴大家 因為他說真的不能破梗 破梗了就不林業了 為什麼會選七星山呢 因為他說去年上一屆東京奧運的時候 剛好在金牌站的那天早上 他就特別去爬了七星山 沒想到兒子真的拿了金牌 他希望這一次再去爬一次 看兒子是不是也能夠這麼幸運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今天即將要對上的中國梁王組合雙方 到底目前戰況是如何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林楊佩過去跟梁王組合 五度交手是長場激戰喔 目前呢戰況是林楊佩是兩勝三敗的情況 不過馬上在上一次的對戰當中 林楊佩是在三月的全英公開賽中拿下了勝利喔 所以這一次是誰勝誰負都還不一定 不過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其實這個梁王組合 目前呢是整個手感非常火燙的南雙排名組合之一喔 讓大家聞風喪膽的梁王組合到底是誰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稍微比較高的呢叫做網場 而旁邊呢比較身高沒有那麼高的呢就是梁瑋坑喔 我們看到呢兩位選手目前都今年就有23歲 非常年輕 來自呢中國廣州跟浙江隊 那他們兩個呢其實從22年才開始組隊喔 世界排名就一路呢從400名飆升到世界第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網場啊 過去呢其實和前搭檔在搭檔的過程中 成績一直不出色 是直到和梁瑋坑搭檔之後呢排名才一飛衝天喔 那這兩位選手的打球方式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網場啊 他是一個前場調動非常出色的選手 那梁瑋坑呢則是啊 後場的調動呢他有極品重炮的稱號喔 因為呢他可以啊給後場那個 像網場呢他有非常積極的一個前場調動的能力 就可以給梁瑋坑在後場製造出一個扣殺的機會 因為中國羽球啊一向非常重視在雙打組合之中呢 他的這個扣殺的能力要非常的好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上啊其實這個梁瑋坑呢 過去啊在跟林陽對戰的過程中 其實他的扣殺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啊這一次林陽配呢在對戰他們的過程當中 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難題呢 因為我們剛剛就說到啊 這個梁瑋坑他是一個後場重炮的這個稱號 人家也說啊他就是這個羽球史上最偉大的男雙組合 就是胡海鋒跟蔡雲兩個人的傳人之一喔 那這一次剛好呢這個蔡雲啊他就有來對整個比賽的賽事進行一個分析 他就跟大家說到啊其實這一次呢林陽想要贏並不是不可能喔 因為呢這一次啊雖然這個梁瑋坑還有王廠他們兩個組合 他們目前的表現沒有非常的亮眼 因為呢雖然他們的年紀非常的輕體力非常好 這是他們贏林陽的部分 但是林陽啊他們在上一次已經拿過冠軍 其實這一次壓力沒有這麼的大喔 所以呢他們反而比較容易有很好的表現 那所以呢他也提出了一個重點 就是這一次只要誰可以在這個比賽當中 首先呢掌握到這個比賽的心態 拿下這個勇敢進攻的狀態就可以掌握這個比賽的優勢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一次呢林陽配如果呢 他們可以在比賽中順利的拿下金牌的話 那他們就會是這個奧運史上首隊 整個沒有換過搭檔的這個衛冕金牌的組合喔 那當然啊在今天晚上大家都非常期待這個賽事的轉播會是如何 因為是連續兩界海峽兩岸之間的金牌之爭 可是今天啊沒想到就在剛剛央視的一個賽評 就已經證實說今天央視是不會來轉播這個金牌戰的 就是因為這個敏感的原因 難道現在連央視都會怕林陽配的實力嗎 雖然啊這一次林陽配的他們的整個比賽的過程呢 是非常的戲劇化 讓他們說真的是為奧運而生的組合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非常忌憚林陽配的實力 就害怕我們的國旗歌就在大會響起呢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狀況 我們晚上一起來幫林陽加油 晚間八點整 我們先插播來自巴黎奧運的最新好消息 也就是呢我們的奧運羽球男雙四強賽 林陽配確定搶下金牌戰門票 也就是我們確定會有一面獎牌入袋了 更進步的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和雲婷報導 雲婷 好的主播 林陽配的李陽和王麒麟在巴黎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項目四強賽當中 對決同為小組賽第一組出現的丹麥組合 比賽一剛開始就打得相當激烈 雙方選擇長發球的調動相當多 賽況也一直是你一分我一分 不過丹麥組合多次將角度給帶大 追分時刻 王麒麟回憶漂亮的分球回擊 再將分數給追了上來 只是接下來展開競爭對決 才讓丹麥組合得分以相差三分的狀況下 讓對手奪下第一局 第二局開始林陽配就不敢大意 接力進攻以緊咬分數 靠著丹麥組合連續幾球的力道過猛 拉出一波漂亮攻勢 李陽和王麒麟不斷下壓 再搭配角度的變化先拉開 在對手回擊掛網之後 來到局點以21比17進入決勝的第三局 決勝局李陽和王麒麟也是一直享有領先攻勢 在對手回擊頻頻出狀況的情況之下 分數越拉越開 最終以21比10的大差距 勝出第三局晉級金牌戰 而值得注意的是 這回前四名本周排名都是一二三名 李陽和王麒麟則是本周排名第十二 這回亮眼表現也讓台灣的民眾 統統熱血沸騰起來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恭喜羽球好手李陽 王麒麟聯合挺進奧運金牌戰 綁就好了 李陽也講一下啦 你會先調一下就好了 更行 綁就好了 面對記者關心中華隊羽球黃金男霜的李陽 總是第一時間將麥克風交給好搭檔王麒麟 相照於外相的王麒麟 李陽的確內向許多 偏偏他們這樣組合以內以外意外合拍 時候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那當然還是多少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我們大寶貝對不對 確定在巴黎奧運後正式退役的李陽 訪談之間一個在鬧一個在笑 還是可以看出對好哥們滿滿的不捨 你今天真正好 你們今天那麼早 今天那麼早 因為比賽也很少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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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再大聲一點 加油 因為比賽也很糟 加油 加油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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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麼早來就是要幫立揚加油對吧 對對對我們就是來幫他們加油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就要幫他們加油 經歷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洋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對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我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希望可以為台灣再前進獎牌戰 對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面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跟李洋整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加上今天的勝利 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賣進 今天覺得你們兩個人搭配起來的狀態怎麼樣 一開賽就很火熱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經歷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洋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然後第二局可能我們 因為連續幾天出賽疲憊 所以今天狀態有點沒有那麼專注 而且對方相對打比較強勢 而且今天的風向兩邊不太一樣 所以第二局換對方是順風球過來 比較有衝擊性 所以我們打起來就應付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好險後來在發接發我們有用長球 然後後來連續發小球 然後去取分在發接發有做好 所以很開心最後有把局勢控制下來 現在已經拿下五連勝了 今年氣勢真的還不錯 現在到目前為止整體跟李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因為畢竟我們一開始抽籤的時候 抽到死亡小組其實自己沒什麼信心 因為我們狀態其實都起起伏伏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賣進 對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我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因為今天八強其實很想進四強 因為希望可以為台灣再前進獎牌戰 對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上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第二局的時候 對啊發球發兩個失誤 然後就開始非常自責 然後就在場上其實就真的很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失場 然後去影響到搭檔跟這次我們的整個賽事 所以其實這場壓力有比較大 對沒錯這場壓力比前幾場 跟昨天差不多吧都很大 然後只是今天這場又加上幾顆發球 比較簡單的失誤出來之後 就覺得很不順暢 對所以感覺壓力就更大一點 下一場的對手是丹麥 對 就希望今天趕快回去休息吧 因為對他們要很多的精力